路加福音 第二十章 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 讲福音的时候,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 问他说, 你告诉我们,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且告诉我,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 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 于是回答说,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租给园户, 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 到了时候, 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 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 园户竟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了他, 并且凌辱他, 叫他空手回去。 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伤了他, 把他推出去了。 园主说, 我怎么办呢?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者他们尊敬他。 不料, 园户看见他, 就彼此商量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杀他吧, 使产业归于我们。 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样处置他们呢? 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听见的人说, 这是万不可的。 耶稣看着他们说, 经上记着, 匠人所砌的石头, 已做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 必要跌碎。 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文士和祭司长, 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 当时就想要下手拿它, 只是惧怕百姓。 于是窥探耶稣, 打发奸细, 装作好人。 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 好将它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 奸细就问耶稣说, 夫子, 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 也不取人的外貌, 乃是成成实实传神的道。 我们纳税给凯撒, 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 就对他们说,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这项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凯撒的。 耶稣说, 这样,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当着百姓, 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 又稀奇他的应对, 就闭口无言了。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 有几个来问耶稣说, 父子,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 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利后, 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孩子死了, 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 那七个人都娶过他, 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后来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 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 耶稣说, 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 唯有算为佩德那世界, 与从死里复活的人, 也不娶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 和天使一样, 既是复活的人, 就为神的儿子。 至于死人复活, 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就只是明白了。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因为在他那里, 人都是活的。 有几个文士说, 夫子, 你说得好。 以后, 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 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诗篇上大卫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众百姓听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沿袭上的首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他们查看他, 谢谢大家。 PEACE